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如今污染了地球上最后一方净土北极 塑料作为20世纪最伟大又最失败的发明 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但是殊不知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 塑料袋成为了科学家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现在的塑料已经无处不在 但是这些方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焚烧就会产生各种烟尘和有毒气体 影响周围人的身体健康 而选择填埋又会污染土壤 直接倒在海洋里面 这些塑料垃圾会随着海水不断地漂流污染世界各地 所以处理式的垃圾成为了科学家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那么这些微塑料无处不在 世界上的最后一方净土北极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塑料的存在了 这片几乎不被人类踏足的地方 其实也早就已经受到了这种微塑料的污染 也最终逃不过人类活动所受到的污染 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 在北极的异常雪当中 每升鞋里面就高达14400个塑料颗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